在民进党立委强烈的抗争霸占主席来的情况之下 售佑金美牛修法一事无成 15号傍晚6点立法院修会后 从头马英九立刻召集府院党高层协商 决定由国民党立院党团提出联署 在下礼拜召开临时会 处理美牛案修法表决 不过在一档也已经扬言会正面迎战 捍卫国民健康的立场不会改变 也不排除再度祭出反之行动 与建党立委霸占主席抗争 美牛案修法未过 15号晚间六点立法院正式修会 国民党团也宣告 正在下周提案召开临时会处理美牛案 我们下礼拜召开临时会 希望民进党大家共同来面对问题 临时会将只处理美牛案 立法院长王金平和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原本安排16号上午沟通 又临时取消 两人都在立法院却没有见面 引发影响 我们就直接的就希望在下礼拜 一 谈话会之前的一个会面 朝委这几个学商 我们态度只有一个 你真的要开我们就正面迎战 美牛案烫手战役 让朝野对峙创下120小时的新记录 但美牛案和台美计划挂钩 北越南高层在立院修会后 博速开会应应 并全力支持召开临时会 总统支持党团的意见 来紧速召开临时会处理 现在不是谈行政命令的时候 到底4月20号决议 目前4月还在拘束我们 这我们还需要寻求目前立法院 朝野党团的一个共识 马总统和行政院都强调以 2月24号立法院决议为主 以修法的方式处理美牛案 不考虑用行政命令来解套 戈建民表示 民建党将正命迎战 台联和亲民党对临时会 所以也都扬言祭出反制行动 民事会就怕王金平又站不上主席台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林洪迟表示 会做万全的准备 让王金平顺利主持议事 也希望民进党理性和平 要在哪 记者小张国良特别报道